澳大利亚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要求以不带公司标志的简易包装出售香烟的法律并没有违反宪法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星期三的裁决驳回了四间烟草公司提出的申诉 这四间公司对上述法律提出挑战 认为这一项法律侵犯了公司的知识产权 这四间公司分别是英美烟草、日本烟草、帝国烟草和菲利普莫里斯国际集团 这四间公司声称新法律还会使到偽造品牌香烟变得更加容易 从今年12月开始澳大利亚的香烟将以统一的橄榄色简易包装出售 沿河上带有危害健康图像的警告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这种改变将有助减少烟民数量 在澳大利亚和吸引有关的疾病 每年导致大约1万5千人丧生